你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去欧视 就连听到欧阳的名字 你都会神经紧张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爸 你放心 在一切都错得离谱之前 全部都结束了 爸 我现在大排档 经营得可好了 你快点醒过来 你醒过来看看我 好不好 你醒过来 有点个顶 倒震 准备不得了 崩嶇 导致 又想把自己灌醉吗 还是喝点水吧 你真啰嗦 好久没有在这里看见你 我以为你借酒了呢 酒啊 是好东西 怎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借呢 请客气 找我来有事吗 我听欧阳说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过错 让你和欧阳受苦了 欧阳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 他不想让你也去承受 知道真相的痛苦 他宁可让你去恨他 所以他主动去找徐思雨 提出要和他在一起 还拜托我放过你 永远也不要来打扰你 可是小雅 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在我能说的时候 把我想说的 都说出来 毕竟人生无常了 别等到来不及了 再去后悔 小雅 他无论你接受与否 我还是你的爸爸 你和若南 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不想看见 你们在外面漂泊受苦 我想把你们接到家里来 把我这么多年亏欠你们的 尽我所能的 全都还给你们 对不起 我有爸爸 他现在就在里面躺着呢 我一直在等他醒过来 这些年 我过得很好 没有漂泊 也没有受苦 我爸爸他很爱我 所以你没有亏欠我什么 我知道 可是爸爸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包括你的养父 我可以 把他送到国外 给他最好的治疗 我想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我不想再留下什么遗憾 就像你们的妈妈 最终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却已经不在了 所以 您刚才说什么 什么 什么叫她不在了 你们在泰国被绑架 若南救了你们 后来那帮绑匪为了报复 把你母亲害死了 把你母亲的骨灰带回来了 我和若南已经给她选了墓地 你们的母亲再也不用漂泊了 你母亲 你母亲 我母亲 我 你ubs 我 你就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